大家好我是乔娘 今天我们来做地瓜面二合一馒头 也是粗粮馒头的一整 地瓜面馒头的特点就是秋毯 有甜甜的味道 中筋面粉和地瓜面粉 各占一半 因为地瓜面粉没有筋性 所以加一点中筋面粉 做起来口感会更好 当然如果愿意吃鸡瓜面多的人 可以多加一些 我今天用的两种面粉是1000克 加上500克水 现在这里的温度是20度 所以用温水比较好 加了8克酵母 天慢慢的凉了 所以酵母适当的多一点 用的是温水 半层没有面粉的状态 就可以下手揉 地瓜面粉做出来的馒头 更加的秋毯 比较亮 所以加一点点的花生油 这样做出来更好吃 而且不沾面盆 因为地瓜面粉破坏了中筋面粉的筋性 所以揉起来就非常的好揉 盖上盖 中筋10分钟到15分钟 因为天气比较凉 中筋一下 让水分充分进入面团中 撒一点面粉 这样揉起来不粘板 这个操作是很简单的 一般这样的葱凉馒头 不适合揉成光滑的馒头形状 揉成长条 就切成懒牢卷子就好了 没有筋性的面团 如果要执意做成馒头 形状不会特别的光滑 所以这样做起来 比较快也比较好操作 更不容易失败 我前面已经做过玉米粗凉的馒头 炒到这个速度很快 就是一两分钟就做好 再上布 上面再个上一层保鲜膜 因为秋天风很大 这样保温保湿容易发酵 先把水烧开 馒头发酵了40分钟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样发酵好了 听见这个声音没 只要听声音就知道了 已经跑了 因为现在的季节是秋天 所以发酵时间比较慢 看 旁边也知道是发酵好了 直接装锅 我回到台湾还是从凉水开始蒸 因为我们那边的温度比较热 气候比较湿润 馒头发酵很快 所以就不需要发酵的时间过长 一般从凉水开始蒸 但是我在家乡我都从热水也就是锅开了之后 还把馒头放上 这样蒸15分钟就可以了 放上一根筷子 就是防止这个铁盖的水蒸气 水滴滴到馒头上 馒头的表面就会空空弯弯 好了这样蒸出来的馒头 都是光滑的漂亮的 这是蒸锅发酵的馒头 所以开锅之后还是停留个三到五分钟 再打开锅盖 这样蒸出来的馒头 空气里泥满着 都是地瓜甜甜的味道 所以我建议大家 有空的时候方便的时候 蒸一锅这样的馒头给家人吃 蒸的非常健康 比完全的细凉 还要好吃 非常的蓬松也非常的轩 也不容易失败 我都把影片会剪到最短的时间 让大家看完 只要细节不辣下 就会成功 就会给你的家人做出最好吃 最有口感的馒头 像我大姑四姑这些长辈们 他们每天都吃这样的馒头 他们都不喜欢吃 完全是白面的馒头 所以这些馒头 玉米馒头 高粱馒头 都属于健康馒头 大家都可以尝试 其实为了健康 很多的东西 我们都是应该尝试一下 这个馒头 因为我用卷的 所以撕起来都是一层一层的 非常的好吃 希望大家尝试一下 好了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再见